卡米说 我喜欢你关于人们在获得最初的觉醒经验之后 很可能陷入的死胡同的教导 我很好奇 你能不能谈论一下 我经常看到的一个死胡同 也就是人们在获得最初的觉醒经验之后 往往想要经不起某种拯救世界的使命 你是否认为这是一个死胡同 自我正在用这种方式 把觉醒经验变成壮大自己的资本 阿迪亚回答 让我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谈一谈这个现象 觉醒并没有让我产生这种感觉 我并没有觉得自己需要出去拯救世界 但是奇怪的是 当我的老师叫我开始教学 开始分享觉醒的可能性时 我当时强烈地感觉到 任何人 每一个人都可能觉醒 我能感觉到一种传教的热忱 这种感觉非常具有诱惑力 也非常鼓舞人心 当这种热忱来自于一个真实的地方时 它是很美妙的 我浑身上下充满了感情 尤其是在我教学生涯的投尽年里 我发现它可以是觉醒的自然组成部分 因为一个人感觉到 所有痛苦都是不必要的 一个人真的能够从痛苦中觉醒过来 你会因此而产生一种传教的使命感 我沉浸在这种传教的热忱里 几年以后 我发现它开始减克了 刚开始 我就像是刚来到家里的一只幼犬 一天到晚围着你上窜下跳 想要引起你的注意 想要你做什么 在我刚开始教学的前几年里 我觉得自己的头脑里充满了种种想法 认为哪些事情有效 哪些事情能帮助人们 而我想要与人们分享这些想法 但是两三年之后 这股能量逐渐减弱了 我开始觉得 自己更像是蜷缩在 主人的安乐椅边的一只老狗 静静地躺在那里 一副与世无争的模样 在我生命中的这个阶段 传教的热情已经索身无几了 我不再觉得有什么事情需要发生 我看到每个人身上的潜能 但已经不再赶他着急了 我把这视为一个成熟的过程 这是我们许多人必须穿越的阶段 关键是我们穿越的吗 我们一直在前进吗 或者在某个时期 这一传教的热情 是不是变成了改善自己的一个舞台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的话 如果自我把决心 当成一个全新的改良自己的传教舞台的话 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扭曲 比如我们或许开始把自己 视为人类的秀世主 或者认为我们的教导 是有史以来最了不起的教导 据我了解 如果事情朝这个方向发展 我们就开始陷入错觉 妄想中了 当出现这种情况时 通常是因为某个人的自我 已经把个强烈的灵性体验 举为己有了 如果这个体验中 存在着潜在的能量 而这股能量开始流入自我 就会导致某些最深层的错觉妄想 我们时不时会在灾难性的邪教行为中 看到这种情况 当很多能量流入自我 并使它陷入错觉妄想中时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在觉察到这一点之前 你会认为自己就是人类的救世主 然而真相是 我们当中没有谁是人类的救世主 曾经来过世间的最伟大的化身 如果这样的化身 真的存在的话 就像是往过无垠的海滩上的一粒沙子 作为人类 我们每个人只是扮演着自己小小的角色 我们只是整体实相的一种表达而已 如果我们当中 有谁认为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比我们实际的角色要大 如果我们不再认为 自己只是无垠的 马赛克图案上的一个小图片 在我看来 我们就已经开始自我膨胀 自欺欺人了